看看新闻网 作为东方卫视中国梦之声的宣传大使 罗志祥可谓尽职尽责 他不仅在1314东方卫视跨年网会上 和梦之声学员们狂飙舞技 还带着学员贝贝和罗希杰 一起登上了东方卫视马年春晚的舞台 其实上台前超紧张的 因为最近小猪哥是很厉害的前辈 那其实现场大部分粉丝都为他痴迷 所以会觉得说不仅自己表现得也好 也不希望自己如果有表现不好的地方 拖累小猪哥 和亚洲舞王一起同胎演出 压力最大的莫过于要得他单挑舞技的罗希杰了 他是刚刚上台前一直在走廊上跳满头大汗 妆全部都脱了 就是我们两个都一直在小房间里面 就不敢松懈 不知是不是两人紧张的情绪 反染到了罗志祥 临唱时战情练时分工夫的他 竟然在正式彩排时吻死了 说了一巧当晚的春晚彩排 妄辞还不止罗志祥一人 就连我们可爱的春春都紧张了 那个前方老学有点高了 可以上一点点吗 一身粉红色西装 李宇春这次来上海 不仅穿着喜气 选的歌也相当应景 来上海了 怎么能不唱唱上海的姑娘呢 不仅有精彩的演出 罗志祥和李宇春还会送礼物 给电视街前的观众哦 想要拿到他们牵手 准备的新年礼物吗 就先锁定东方卫视 大年初一晚上19点30分的 春节联欢会吧 娱乐喜利利 小别也想拿礼物 上海就能不倒 中文字幕彰